这六个到中国出秘密任务的印度人 各个伸手矫健 赤手空拳 连打带踹 居然一口气把冲过来的上百号人统统摆平 夸张程度不属于大陆的抗日神剧 但仔细看敌方头戴头巾 手拿木棍 全都是冷兵器 被大陆方面认为是影射中印边际冲突 2020年中国解放军以印度边防巡逻队 在中印边境的迦勒万河谷发生冲突 解放军强调是因为印军越线搭设帐篷 并调用兵力伏击谈判人员才会增兵救援 双方使用兵器进行打斗 造成士兵伤亡 按着按着按着 突然按着 而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就发专男痛批 反复炒作中印冲突不是爱国电影 更不是抗中审剧 是印度社会的毒鸡汤 不只是这部印度人 2018年印度上映了一部叫《帕尔坦》的电影 同样描述1962年中印战争后 发生在边界的中印冲突事件 只是里面的大陆解放军形象 被大陆网友炮轰 严重被丑化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14号才在印尼雅加达会见印度外长苏杰森 双方同意会尽快就边界问题举行军长级会议 不过现在印度电影引发争议 让中印边界问题的矛盾越来越加深 冬山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导